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关春节风俗的典故也非常多 在汉族民间传说中 年是一种凶兽 头掌尖角 凶猛异常 他常年身居海底 每到腊月三时便爬上岸 吞食牲畜 伤害人命 为防止年寿出来伤人 每到除夕 人们穿红衣服 贴红对联 放鞭炮来驱赶他 关于年寿的故事还有很多 年轻的喜剧演员王成思 刘坤 冷续阳他们 是如何演绎这个年的传说呢 三十一 铁牛姐姐 这女孩子可不能那么粗鲁 我乐意 看什么呀 有我呢 我是年寿 你是谁 你在哪呢 我是年寿 我在天上 现在你们给我准备一个貌美天仙的美女 要不然我将屠杀你们全村 年寿 咱俩商量商量呗 你看我行不行 我 你干嘛呀 我也是人 我刀尸刀尸也挺好看的 咱俩商量商量行不行 那什么 我去隔壁村再看看 这些臭男人想接近人家还欲擒故纵的 哼 谢谢你 我写在这些臭男人想摆下 借责 借责 你 我给你画了 我快俄 看看 你 出现 转眼 又 他也不要老头 人家要的是姑娘 碧莲 为了全村的老少爷们 为了大伙 没气了 碧莲 爹 碧莲妹妹 天牛姐姐 你回去玩去吧 我不能回去 我爹说要把我给你年兽 你给什么年兽 去吧 赶紧去吧 你哪能还算出这种好事 走吧 天牛姐姐 你是当真的吗 没跟我开玩笑 走 走 谢谢天牛姐姐 爹 年兽 快来把我带走 小美人 来了 来 来 哥哥抱你飞回山洞里 小美人 来 哥哥拉你走回山洞里 小美人 你多少斤呢 二百三 你让我看看 别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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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还扎手呢 我好几天都没刮胡子了 你让我看看 别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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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今天那个妖孽吧 什么妖孽 你年兽啊 来来来 咱俩拜他 咱成亲了 不是有话说 你别来 成亲了 你别 暴大王 出大事了 李广复快跑 你谁啊 我小妖李广复 你谁啊 我说你嫂子 叫嫂子 啊 这不可当 光复 等等我 你给我回来 还没拜堂呢 我说 村长啊 嗯 你们家铁牛就 就就 就 哎呀 完了完了完了 我们家碧莲也太不像话了 你说 这就让你们家铁牛 跟这个年兽走了 我 我这心里面 我太过意不去了 村长啊 咱们救他去吧 不用不用 我跟你说呀 铁牛长大了 自己能掌握好分寸 别担心 铁牛的条件你也明白 对不对 能嫁出去我们得祝福 爹 我们回来了 看爹还不跪下 跪下 叫爹 爹 你是我亲爹 你把你家铁牛收回去吧 我求求你了 年兽 我打死你 来 你打死我 住手 走开 看 村长 这个年兽是我的年兽 你们不能那么欺负他 好好 爹 最后回来就跟你说一声 我和年兽回去好好过日子 明年回来给你生一堆小年兽 年兽 委屈你了 年兽 我们走吧 铁牛妹妹 从此以后铁牛跟年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为了纪念这一天 我们把每年的这一天叫做过年兽 大家熟知的典故此地无银三百两出自民间故事 相传有个叫张三的人 把银子埋藏在地下 又害怕别人来偷 于是在上面留字 此地无银三百两 邻居王二偷走了银子 也留字写道 隔壁王二不曾偷 后来人们用这句话来讽裔那些欲盖弥彰 不打自招的行为 相声演员高小潘 赵晨等人 将这个典故改编成小品 用喜剧的方式演绎这个荒唐可笑的故事 哎哟 你说爷们 你把钱放我这儿多好啊 我能放心吗 放你那儿 那我还不如给王二呢 好歹他还能给我留点呢 我惦记啊 把这点钱啊 埋起来 哦 这儿省得别人发现 嗯 埋哪儿呢 噓 老胖 你听 好像有什么声音 是 是吗 你好好听听 嗨 银子的声音 不对 这哪儿是耗子呀 这明明就是野猪嘛 哎哟 什么都不懂 这是大老虎椒 啊 老虎 不对不对老婆 这不是老虎 这个东西我一定见过很熟悉 我一定能想起来 既既温柔又撕心裂肺 它一定是这个东西是很熟 大香蕉 大香蕉 老婆你太聪明了 就是大象 大香 出去 你说你这个人 大半夜的不睡觉 你躲这树后边你叫什么 啊 就许大半夜 你们俩跟这儿 大清骂俏的 我就不能 我跟这儿鬼扶狼熬一会儿 鬼扶狼熬什么 快点 回家睡着 靠呀 你坐 老胖 不行 她已经知道咱们家这钱了 一定得找一好地把它埋起来 埋哪儿 哎 埋哪儿呢 就埋在这儿哈 这叫灯下黑 好啊 这回就没有人把它拿得走了 不行 又怎么了 我还是不放心 这么又不放心 这么多钱呢 哎 有了 你等一会儿啊 哎 怎么样 哎呀 此地无权三百两 你文盲啊 我接 走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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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此地无金 三百两 真不怪 这张三能有钱 多聪明 谁能想到把钱藏着 也就是我 你投我个那只 归我了 金子 我这价值的金子 都钱了 不对 好像还差点什么 万一他要 做个手脚 这就不知道了 有钱了 有金子 不行 这人一有钱 就睡不着觉 我得看过那点金子去 隔壁五老二不曾偷 我根本不是这么写的 坏了 我说病 我认得晕他 哎呦 哎呦 怎么了 大早晨起来你就开始鬼哭狼好的 不是 老胖 咱的钱没了 我看看 嗨 五老二偷的 你怎么知道的 这不写着呢吗 隔壁五老二不曾抢 偷 他偷的 你拉倒吧 五老二根本就不知道这事 再说了 五老二 半身不随 他要偷这个 那一路上得拉了多少啊 你说这到底是谁偷的呀 哎呀 是不是 王二啊 不可能 那王二那天晚上你没听吗 他能学那么多种动物教唤呢 随便参加一个模仿秀 那正的比这多多了 你也不会是谁 对了 邮差 邮差 因为 我给了他一个 差评 田螺姑娘是流传于东南沿海一带 民间传说中的人物 相传有位善良的农夫 捡到一颗田螺 带回家养在水缸里 田螺变成姑娘 每天做饭来报答她的救命之恩 根据田螺姑娘改编的小品 善贝姑娘 又是如何报恩的呢 若问我是谁 我是 一海鲜 哎呀 我终于出来了 在保险柜里头都把我憋坏了 这就是我恩人的家吧 感谢我的恩人 把我从海鲜市场的低沟里抠出来 人类总说 心善人美 听她的声音 好像被老天吻过 妈呀 脸好像被老天踹过 好像还跺两脚 然后还撵一下 人不可貌相 毕竟她救了我 我是要报恩的 这从保险柜里炸出来都是什么呀 金收老刘太太借款200元 保证于老刘太太在世的时候还清 金油老刘太太孙子继承全部遗产以及借款 保证于老刘太太太孙子在世的时候还清 欠款本金200元 以及利息2000元 一共52,800元 不行 我得帮她把这些欠款都还回去 欠钱不还那那行啊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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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过来 把钱给我放下 你们小偷现在身手不凡呢 脚踏清云 浑身冒烟 你好 我是山贝姑娘 你们小偷现在造型都这么猖狂吗 还冒充海鲜 不是 你误会我了 我是你保险柜里的那个扇贝 谢谢你救了我 你是怎么进来的 这个可就说来话长了 我曾经跨过山 门在那儿呢 给我出去 不是 不管你有多丑 我都不会放弃你 我想帮你记记得 你还要帮我记得 怎么记得呀 我想帮你把欠别人的钱啊 都给他们还回去 哎呀 这么好 来来来来 你信不信呢 我就从这个门 一下子给你收出去 别别别 还想让我还钱 我辛辛苦苦 凭本事 借来的钱 凭啥让我还呢 真的我李二赖 我是浪得个虚名的吗 我 真没想到 我的恩人是这种人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都救了我 我不能放弃他 我一定要帮他 把欠别人的钱还回去 但是讲理是讲不通了 我得给他试点阴谋诡计 你好 又来了呢 善贝姑娘 不是 你看错人了 我不是善贝姑娘 我是善贝姑娘的妹妹 花嘎姑娘 那是花嘎 我们土话也叫花嘎 你不是喜欢钱吗 你不是缺钱吗 我可以帮你赚钱 帮你赚很多很多的钱 帮我赚很多很多的钱 你想一夜暴富吗 嗯 你想一夜暴富吗 嗯 你想一夜暴富吗 想 你想资产作益吗 你想一夜成名吗 北独号 你想炖炖海鲜 夜夜升歌吗 那还在等什么 不是保险太贵 是你根本没给保险留地位 干啥呢 给这狗俩玩广告呢 来 走 别别别 哥 你看 你咋还跟我PK上了呢 所以我介绍一下 我是东海龙宫海鲜保健集团的商务代表 那你说说怎么个赚钱法 卖海鲜呀 我们东海那个 啥资源都有 加入我们 有啥有啥 那我要是卖不出去 我不就赔了吗 这你放心 不可能卖不出去 买海鲜 送表演 就比如说我 买二斤花嘎 我嘎巴我就蹲出来 我就跳一段舞 来来我是一只花嘎 嘎嘎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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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嘎嘎了 加盟费是多少 只需五万两千八 全国总贷拿回家 咔咔就是发 大哥 咔咔这 measurements 那我正好有五万两千八的线条 行不行 有拿线条当加盟费的吗 不是啊 你看 我是有五万两千八 但是这五万两千八呀 也是我从朋友那块 辛辛苦苦一分一分地借来的 他也不说了 咱就投交 太好了 恭喜李爱岚先生 喜提东海龙宫海鲜保健集团 全国总代理 李总好 别别别 李总你辛苦了 以后公司就靠李总了 先停一下 那你现在详细地给我讲解一下 咱们公司的由来 这样我出去跟人谈判的时候 也有一些说辞啊 说到咱们公司的由来 这就说来话长了 你慢慢说 我曾经跨过山峡 你是不是跟那个山贝是一伙的 我不是一伙的 我就是那个山贝 哎呀我的妈呀 钱也到手了 我也不用怕你了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把钱给我放在这块 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不然的话我就报警 你报警吧 你也知道我 我身手非凡 我刺溜一股烟 我就回去了 把钱还给我 你欠人家陈姐的钱 你不也没还吗 不是那陈姐的钱在我这 我想还就还 我不想还 我就不还呢 对呀现在你的钱在我这 我也想还就还 不想还就不还呢 那你这跟你这么耍臭赖吗你啊 我跟你学的 行 行行行 我认栽了行吧 我认栽 哎呀我的妈呀 我没想到我李二赖 我一世英明 我毁在一个花杂手里 算了 本来我也没想要你这钱 我就是想告诉你 欠别人的钱必须得还 你不能利用别人对你的同情心 你反而占别人便宜吧 这钱我给你放这儿了 还不还 你自己看着办吧 恶人要讲信用 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积淀 言简意该却深刻倦用 每个成语的背后 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 成语买读还珠 他讲的是郑国人 买了成珍珠的盒子 却退还了匣子里珍珠的故事 这则典故讽刺了那些舍本竹目 取舍不当的人 张康贾旭明将这个成语改编成小品 运用现代各种推销和包装的手段 夸张地演绎这个流传了上千年的讽刺故事 但几十两银的一个 但凡老板娘娘回来里货 二十两银的一个 知道吗 你先算超上了 行行行 要一个 行不行 要一个 来一个 来来来来 这就外出去了 我给它包上 停 这银子就来 停 你这么好的珠子难道没有毒子吗 我哪有毒的 独子 独子 装珠子的独子也叫盒子 我跟你说 我们这叶明珠卖十两银子 他都赔钱 你知道吗 所以就没准备毒子 没有毒子 那你这珠子怎么那么像 假的 这个客官 他肯定不是假的 你这么好的叶明珠 怎么可能没有毒子呢 不是 你不是 你这个假的 不可能 算了 我不埋了我 他是 老板 他这个珠子 你看 你啊 你不识过你 知道吗 你 你啊 上门上门去 好瑞 一礼拜了 卖出一个座 马上就掏钱 银票都快到手 你假的 你到底哪头的 你到底 不要买 卖一个珠子就是目的了吗 不想多卖点吗 那多卖点 就算一个一个来 在这说 你这么好的珠子 没有毒子 就是卖不上价钱去 那我上哪找毒子去 我有啊 我有啊 来 来 来 看 珠就是毒子 你刚才干嘛去了 你刚才干嘛去了 人家都已经来了 赶紧装着咱就卖了 你刚才怎么不拿出来的 刚才我拿出来 珠子加毒子十两银子让人家全拿走了 可是我这个毒子单独卖最少也得十两银子呀 我决定意思是就是你这个毒子加上我这个珠子能卖二十两银子呢 呸 你这个珠子加我这个毒子最少能卖一百两银子 咱们赚大了 那当然了 你这珠也真行 行不行 来 你先闪开 我现在行了 我买饭 我复你钱 卖珠子 赶紧来买珠子 一百两 赶紧说了 包装包装包装 吆喝也得包装 你学这个 哇 这个如何如何好就行了 我会吗 我能来吗 是 你肯定行 来 哇 我们今天所有道场好朋友来真是赚大了 耶 真是赚点 真是赚点 咱俩 咱俩合作 真是 马上就把它卖到家 喬喬开一开上好的猪子 毒子 猪毒子 哇 那你猪毒子一定能说的是猪毒子上做的老鼠 来说 耶 看来你对我们的猪毒子还是有一点点了解的 没有什么了解 我们猪子先不说 先说说这个毒子 讲这个毒子 这个毒子的麦官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它是完全采用金丝楠木制作的 哇哦 那我们今天说了 上厂房子真是赚到的 绝对是赚到的 别的商场里你要买这么一个猪肚子 要500两银子 500两呢 可能在我们这里只要998 998就可以把猪肚子带回家 你们听到了没有 现在卖99两八元 那还真是赚到的 现场的观众朋友已经惦记了 观众朋友还要等什么呢 赶紧拿起你手中的电话 变购吧 赶紧掏出银子掀购吧 掏出银子掀购吧 来人了吧 这位客官 您看这个 你这材质倒是不错 对 我看看 这么好的犊子 装个破珠子干嘛 这珠子不要 我就要这犊子 这位先生 你是不是没有听明白我们刚才的吆喝呢 我们刚才是在说 我们是卖猪子的 不是卖毒子的 我跟你说了 我就要这个毒子 不要这个猪子 你怎么老是听不明白 我们是卖猪子的 不是卖毒子的 如果你想拿走这个毒子 就必须买走这颗猪子 你怎么也听不明白呢 我说了我就要这个毒子 不要这个猪子 因为这个猪子 配不上这个毒子 我想告诉你一句话 我们是卖猪子的 不是卖毒子的 如果你想拿走这个毒子 就必须买走这个猪子 如果你不买这个猪子 我们就不可能给你这个猪子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 我们是卖猪子的 好了 这是你的猪子 这是你的猪子 这儿有一百两银票 不用找了 这俩我都买了 还跟我这样 哇 那我们今天真的是 赚到了 耶 哇 什么玩意儿